另外高度仰赖石化燃料作为能源的中国大陆 为了减低碳排放 最近是几年呢大力来发展核能 好 北京也宣布了在核能研究上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 我们带您了解 工程师穿着防护服装 小心翼翼的操作机械手背 裁剪使用过的核能燃料棒 重新提取右部等元素 这项技术的专业名称叫做动力堆拔燃料后处理技术 大陆科学家足足研发了20年 把咱们核电站没有燃烧完的核燃料和新产生的核燃料提取出来 再把这个燃料制成咱们核电站发电所需要的燃料元件 在目前的核电技术下 燃料棒都只燃烧了3%到4% 就维持不了额定功率而必须更换 剩下96%到97%的釉 还没有使用就要丢弃 十分可惜 有了重新提取的技术 等于延长燃料棒的使用寿命 让大陆的幼资源原本大约只能使用50到70年 现在可以用上3000年都不成问题 在国际上 荷兰量这个工业里面 我们是也极少数几个 能够形成荷兰量循环的 循环的一个国家 对整个发展清洁能源 起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作用 核能发电问世至今已55年 但是只有法国 英国 俄罗斯 日本 印度等少数国家 掌握循环利用的技术 而且对外严格保密 大陆自行研发成功 不仅符合大陆能源自主的政策 也为推广核能发电 降低空气污染 减能减排 提供有力的保证 众地新闻来下回综合报道